来看看这个暖心的故事 家里住在高雄桃园区拉夫兰里的高家三兄弟 长年以来他们居住在一间竹片跟铁片包覆 屋顶用帆布盖住的铁皮屋 三兄弟都是洗地而睡 有善心团体知道后决定帮他们盖房子 不过很不巧 之前遇到了台风跟豪雨 还有唯一的对外的路桥 就是明霸克路桥还被冲断 修建工程一度受阻 好不容易终于通行了 志工团清晨赶着三个多小时的车程上山 开始打造三兄弟的家 房子里暗暗的墙壁式铁片加竹片包起来 而天花板则是一大块的反布 高雄桃园区拉夫兰里内的这一间屋子 是高家三兄弟的家 三个人睡地上打水跟洗脚都到西边 因为打零工收入少又不稳定 三兄弟生活得很客难 恒山行善团得知他们的状况 决定要帮三兄弟盖监心房 车队浩浩荡荡的上山 只是沿路真的不好走 因为八九月的豪雨跟台风 桃园区的连外道路 明霸克路桥被冲断 好不容易等到有变道可以通行 开过河床碎石路 有些路段还有积水 从崎岖山路再走过狭窄的西马勒吊桥 志工团清晨五点不到就出发 三个多小时摇摇晃晃的路程 会的就是帮三兄弟盖房子 三十多位志工动起来 大家分工合作 用最快的速度打造了一间新屋 里面还有隔间 终于有个像样的家 三兄弟好感动 不慎言语的他们 致上了布农族最高的敬意 当我们布农族呢 有一个好的战机 他们就会抱战功 那么他这一次的抱战功是要 主要是说要谢谢这个 恒山基金会这样子的帮忙 从此不用担心刮风下雨 屋顶不再滴水 房子不再摇晃 而且协助盖屋子的营造公司 还送上了新衣新鞋 彼此还约定山上梅花开始 志工们要再上山 跟三兄弟一起赏花 华市新闻邱君平 谢雨昕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